自古无情帝王家,在滔天的权势面前,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亲情仿佛像眷驳一样脆弱,只要用力一捅就会破出大洞。 即使是帝王中的典范,楷模、唐太宗李二李世民面对着登基天下的诱惑,都不能控制住自己骚动的欲望,玄武们一战杀兄弟,求父亲,终于撕碎亲情,脚踏鲜血,登上皇位。 唐太宗李世民泯灭亲情的举动,给李唐家族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在他之后的李唐皇朝为了皇权霸业杀父杀子的比比皆是,很大程度上毁坏了李唐王朝的根基,最后让李唐家族失去了执掌天下的权力。 在那些血色笼罩的李唐帝王里,唐中宗李显则是其中最悲催的一位帝王,母亲废除他,妻子女儿毒杀他。 两次登基,一次被废,一次丢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最惨的几位帝王之一。 大唐中宗李显从来就不是父母的第一选择公元历656年11月26日,唐朝的第四任和第七任皇帝李显出生在长安。 当然,如果要是把他母亲武则天称帝不算在李唐王朝帝王排序之内,那么,李显就是李唐王朝的第四任和第六任皇帝。 不管怎么说,李显两次登基称帝的特殊经历也是历史罕见的。 小的时候,李显在兄弟们中间表现得并不是很突出。 他的父母李治,武则天夫妇也没有想过要把皇位传给李显,只不过李显的兄长李红,李显都不是有帝王福德的人。 两人一个早死离世,一个失得被废,这才使得李唐王朝皇位的继承权落到了李显的手里。 李显生在帝王之家,即使是生活富贵奢华,也没有给他带来安心。 加上原来亲密无间的两位兄长都出事了,这使得李显心里十分敏感,对执掌天下的父母,畏惧之情,日益加深,难以磨灭。 这种在生活中一直被压制以及到处危机四伏的感受,使得李显的性格多多少少的有了一些变化。 在拥有继承权之前,继承着李唐尚武传统的李显,也曾经是位走马遛狗,弯弓耍剑的热血儿郎。 但是,在获得皇位继承权之后,被无数人的眼睛钉死,被强势父母压制责备,李显的性格就变化得有些懦弱怕事,犹豫不决了。 确立李显的皇位继承权之后,他的父亲李治对李显的表现并没有改观,还是不满意儿子的德行和能力。 所以,李治在得知李显有儿子后,不尽地大喜过望,自己终于可以再次教育出一位合格的皇位继承人了。 李治把这个孙子看得无比重要,不但为此事改了年号,还把这个小婴儿立为皇太孙,从这事上看,李治显然并不看好李显能够成为好皇帝。 李治确立孙子李重润为皇太孙之后,并没有来得及亲自教会他。 第二年唐高宗李治就因为重病去世了,李治死后,根据封建礼法,李显顺利地被大臣们簇拥着坐上了李显王朝皇帝的位置。 但是,平时性格不强,处事也不甚出色的李显,显然并不是大臣们心目中的优秀帝王胚子。 大家对李显的执政能力都不是很信任,李唐王朝的国家权力被李显母亲千古女帝武则天所掌握。 李显在母亲的阴影下苟活,不可能没有一点怨恨之气。 再一次朝臣请示唐中宗李显,要降低对皇后家族的封赏,李显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对大臣们表示李唐的天下都快给武士了。 自己封赏一个亲属能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这件事被李显的母亲武则天所知晓。 武则天认为李显对自己的怨恨很大,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了。 为了巩固自己皇位,保护自己家族,武则天痛下决心废除了李显刚刚到手五十多天的皇位,而让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李诞登基做了皇帝。 李显的第一次登基皇位,执掌天下的过程,就如此戏剧性地结束了。 李显在兜兜转转之后,又成为了大唐的皇帝李显被废除后,一直被软禁关押,而且不久之后,李显兄弟李诞的皇位也丢了。 他们的母亲武则天登基做了皇帝,武士一族开始崛起,李显子弟被纷纷杀戮。 虽然,李显与武则天是亲母子关系,而且母亲武则天不忍心或不愿意背上沙子的名声。 但是,也保不准下面有揣测圣意的人站出来把李显给弄死。 所以,在近二十年的被囚禁日子里,李显活得是战战兢兢,憋屈无比。 而且,李显失事后,李显的吃穿用度也被大幅度缩减。 在很长时间里,只有妻子为氏一人陪着李显,在惶恐不安中苦苦地挨着日子。 这种患难与共的经历,使得李显对妻子为氏的感情极为深厚。 他多次对妻子表示,如果还能够有脱离囚禁的时候,他必定会倾尽一切地对为氏给予回报。 李显的母亲武则天在晚年的时候,常常担心自己死后,李唐家族和武士家族之间无法共存。 他就把儿子李显又召回了长安,并让李唐家族和武士家族之间以通婚的方式加强联系。 这种举动和态度,都代表着武则天将要还权给李唐,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因此,李显的身份重新变得尊贵起来,日子也好过了许多。 武则天毕竟是千古女帝,对权力的掌控和欲望,都远远地超越常人。 即使是年迈不堪的武则天,也迟迟不确定自己的继承人,并且又开始扶持情人张一芝、张昌宗兄弟。 对于祖母的这种行为,李显的儿女李重润和永泰公主两人公开表示不满,被人告到武则天那里。 权力之心极大的武则天,严令自己的孙子孙女李重润和永泰公主自杀。 这个残酷的决定,给了李显当头一棒,将李显的心气又给打没了。 悲催的李显,虽然曾经是贵为帝王,现状好像也是在此受宠,但实际上,他还是势力弱小的连自己子女都保护不了。 这样的魔力之势,将李显所有的棱角都打掉了。 他的性子里逐渐地只剩下懦弱的顺从。 李显的身份虽然一直很敏感,但他平日里显得十分懦弱。 李显的母亲武则天也没有再次下手屠戮亲儿子,李显就靠着人畜无害的表现。 在母亲的压制阴影下苟活延绵,直到武则天病重,不能管理朝政。 公元历705年,武则天病重,他的情人张一芝、张昌宗把持宫禁。 假传圣谕,朝中的大臣们唯恐二章起了什么野心,就秘密地联系起来,一举发动神龙政变。 杀掉了张一芝、张昌宗,并把病重的武则天围困在宫殿之内。 无奈的武则天只能同意大臣们的意见,将皇位又还给了自己的儿子李显。 就这样,靠着坚持、苟活和偿命,李显终于赢过了自己的母亲武则天,再次登基成为李唐王朝的皇帝。 看重亲情的钟宗李显,却死在妻子女儿手中李显再次登基后,将国号、规章等重新恢复为唐治,并对拥立自己的臣子们大家封赏。 而得到赏赐、恩典等最多最后的,则是他妻子为氏的族人们,把亲情看得很重的李显,把妻子为氏封为皇后,追封自己的岳父为王爵,并让妻子为后拥有参与朝政,干预朝政的权利,同时还在生活中极力补偿为后。 李显对妻子为后的宠溺,甚至到了为后与情人打牌时,李显都能笑呵呵呵地在一旁看着,并为他们数仇马的地步,这种过分的感情补偿和宠溺,使得后世史书中对李显有着很多不满。 当上了两次帝王的李显,缺少一个封建帝王所应该有的谨慎和小心。 李显一直挂念着妻子为后与他数十年相濡以沫的经历,以为自己与妻子为后之间的感情尖如钢铁,所以他信任妻子,愿意与妻子共享无上的权利。 但是,李显忘记了,人是会变的,特别是在巨大的唾手可得的权利面前。 人更会变得连自己也不认识。 为后在陪同李显处理国事之后,加之有婆婆武则天的例子在前。 她也生出了我上我也行的念头,对九五至尊的位置起了觊觎之心。 在后世大家都公认,唐朝的公主都很彪悍,不但个个能打能拼,还都敢想敢做。 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在接触权利滋味之后,也同母亲一样对皇帝的位置有了想法, 这个野心勃勃的公主想要走出一条母女同为天子的新路子来。 后人可以想象一下,唯后与安乐公主在武则天势力的鼓舞下, 一个想当女皇,一个想成为皇太女接任下一任女皇。 两人都感觉丈夫及父亲李显很碍事,就在一起商量把唐中宗李显弄掉。 于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日子里,唯后与安乐公主两人一同来看李显。 很高兴的李显以为妻子和女儿是珍惜家庭,爱戴自己,毫无戒心地与两人相处。 在皇帝一家其乐融融的时候,唯后与安乐公主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打发了走了皇帝身边的警卫,又给皇帝送上一碗美味的带着毒药的面条。 历史书上记载,当时唯后与安乐公主给李显奉上的食物是饼。 唐朝的饼,包括烤制的糊饼和面条雏形汤饼, 由于一般毒药在高温后会变形失效,毒药提前放在饼里再烤制不太现实。 所以,这里更有可能的是汤饼,也就是面条。 在古代,由于毒药的制备、使用等条件要求非常高, 基本上不存在能够服用后马上致死的利害毒药。 也就是说,一般服用毒药中毒的人都会有挣扎的时间和过程。 唐中宗李显在吃了妻子、女儿禁奉的亲情满满的一碗面条后, 没多久就在药物的作用下,开始身体不舒服。 唯后与安乐公主肯定是不希望李显派人去喊太医, 所以两人就搀扶着李显挪到床上。 不久后,李显开始痛苦地挣扎, 为了避免李显临死挣扎的动静惊动他人, 安乐公主抄起旁边的枕头, 一把堵在李显的脸上紧紧压住。 李唐的公主都是骁勇之人, 想要控制一个垂死的老头, 还是不在话下的, 即使那人是安乐公主自己的父亲, 九五至尊唐中宗李显。 根据史料记载, 唐中宗李显是突然暴死, 没有得到个圆满的善终, 但对于唐中宗李显的死因。 历史资料上有着许多种记载, 除去自相矛盾, 不靠谱的记载, 比较靠谱的记载有两种。 一是, 唐中宗李显是被他自己的妻子, 女儿, 联手用毒药杀死的,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唐中宗李显 因为脑部疾病突然发作, 无法进行治疗而死的。 根据史料信息, 唐朝皇帝们的确都有着一定的遗传病, 并且很可能是当时无法治愈的心脑方面的疾病。 但是从李显死后, 他的妻子女儿迅速改变朝政, 准备效仿武则天登基的事情看来, 李显死前, 唯后和安乐公主都是有着一定想法的人, 也必定做出了某些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李显被毒死的可能性更大些, 唐中宗李显的死, 彻底震动了李唐王朝的宗族和臣民。 大家刚刚在武则天女皇的阴影中走出不久, 就又出现了敢于是杀帝王的皇后为氏, 崛起的武士还未曾衰败, 又要加上个为氏上位, 这少不得又会杀的人头满地乱滚。 让众多昔日贵人跌落泥沉, 权力更迭, 皇族变化, 这种必须选择站队而站错了必死的日子。 所有的人都不再想过了, 很快唐朝的王公大臣们就达成了协议, 他们联系太平公主、 李隆基等宗师力量, 把弄死李显的为后和安乐公主。 包围在宫殿之中一起杀死, 算是给唐中宗李显报了仇。 李显一生与帝王为伴, 爷爷、父亲、母亲都是帝王, 兄弟、儿子、侄子都是帝王, 自己两次登基为天子。 这种身边人都是帝王的情况, 在世界各国的正史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李显唯一的问题就是, 跟身边的众多牛人相比, 稍微懦弱无能了点。 这才使得原本可以在盛世中当个逍遥帝王, 好好先生的李显, 被无情的王权大手巴拉的四处乱滚, 最后还落得个让人耻笑的死于妇人之手。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